嗨大家 本来今天Vlog的开头应该是这样的 嘿 大家好 洛杉矶的地产经济丽菲 昨天的日更Vlog视频带来了 耳湾的邻居城市Dana Point的航拍风景 那今天依然会在这个地方陪孩子打球 今天就不聊这个城市了 给大家随便看一些街景的同时 今天我们改换另外一个话题 今天我一位客人从洛杉矶卖到的房子 搬去德州之后回来短途的旅行 我们会碰个面 那我今天见到他的同时会采访一下他 从洛杉矶搬去德州生活体验有什么不同 但我见了我的客人之后跟他一聊 才发现他去德州居住的时间还太短了 切身的体会还不够深刻 所以我今天选的这个主题就是失败的 那么今天就要被迫临时改变主题 搞得我有点慌乱 Palmer英国是 상 Wooго 进入现场下一个新的 hatred こう认回当时它有一个公司 上 Sammy嘴饰骨 进入池骨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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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可惜地输了 3分 18比15 对峙呢 是Jobalina旁边的一个小群士 叫Planfinsia 但是是一个精彩的比赛 我们邀请到了他教练的儿子 Asher到我们家Sleepover 然后另外一个Kim的儿子 就是今天不能来 因为他明天上学 这两个小朋友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两个小朋友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知道吗 对 OK We both likeMcGaDeeDee Yeah Yeah Show me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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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as What You got a good one You got a good one to play 啊 Thank you 那我又去想拍摄Lukas的好朋友Asher在我们家Sleepover 但我觉得好像没有经过人家大人的允许 这样拍摄也不太好 我又不想要去跟他爸爸妈妈商量说能不能拍你的孩子 搞得好像请他们来Sleepover 不是为了孩子们之间的友谊而是为了我拍摄视频一样 所以临时决定今天可能不要更新了 但是就在晚上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新的素材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易远 你好 易远是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现在在美国读书 今天来我们家 他是我们我爱人的亲戚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日本长大的小男孩 选车的这个Taste 居然是一个手牌党 我们来请观众朋友们猜一下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在视频的最后揭晓这个谜底 这是个什么东西 What is this? Guys? 把它推到往前推到这里 往后推到这里 现在就很短了 哦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然后你这个CD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在 CD我是把它拆了 因为现在里面有一根线是接触不太好 我要修一修 自己拆CD自己修 你还换过什么 还换过这个手牌的东西 换成一个就是很短的换挡会很快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有普通的最原厂的东西 日本男生真的是跟我们太不一样了 要去开圈吗 我都 你不会开了 我都不记得 我还 要先踩离合 先踩离合然后换挡 对 老婆你开过手牌挡的车吗 我应该开过吧 我不记得 哦 这真的是 在美国现在看不到手牌挡车 这是哪一年的车 这是1989年的 1989年 那应该是比你还老 比我还老 日本男生开这一辆比自己还老的车 很费油吗 很费油 对现在油的价钱太高了 因为它年纪比较大 它应该是会比较备油吧 因为它的技术没有那么解油 那个时候 对对 它这个门好像是往上开的是吧 就下面是没有的 这里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开的 哇哦 好复古啊 对我这样觉得 真的好复古啊 现在这部车在升值 升值的很厉害 升值 嗯升值的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买的时候是10万多一点吧 10万美金 哦不是是1万美金 1万美金啊 现在升值到 现在升值不知道 再过三四年有可能会到15000以上吧 还有这种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部车蛮老的 所以现在就等于是一个classic 老车对 老到变成经典了 就不太容易找到了 因为四年以前这部车 三千美金有能买到的 四五年前的时候 但是现在是平均大概 一万三千吧 现在 在一直在升值 大家听到了吗 四年之前三四千美金 就可以买到一台车 现在要1万多美金 这可能我们不懂得 不懂得 但是这个车停在这里 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很日系法 很日系法 从它的轮胎到悬挂到整个的感觉 日本长大的中国男生的选择 一人很厉害 一人说四种语言 最流利的应该是 你是英文还是日语最流利 英文最流利 英文最流利 然后日语 当然中文他也会 中文可能读和写比较困难 但是说没问题 听没问题 然后会上海话 所以 上海当然算一种语言了 上海当然算一种语言了 对啊 我昨天我那个棒球队的爸爸 他们会广东话 他跟我们爱一就可以交流 但是跟我们就没有啥交流 八几年的车 你看那些座位 是的 来 坐一下 2022年的小鲑鱼 坐一下我们八九年的车 别倒了 别倒了 Hello 这个车跟爸爸差不多大 比爸爸年轻个几岁而已 以后说我也是坐过八几年的车的人 哇 真的你想想看 这个皮子是已经几十年了 真的 真的是好 哇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这些皮 比现在的皮反而还要好 是的 你看这真的真的好 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别的这么老的车皮都裂开了 对 你不可想象的 你看他这个真的是做八几年 哇 他也摇了摇头不敢相信 How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因为实在太喜欢了 所以我决定开一圈 逗一下 要麻烦意愿帮我拍一下 好的 这个钥匙 嗯对 我都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钥匙开过车了 你先踩左边的那个 先来试试看这个手感一档二档都全部 这是一档 一档对 二档 三档是往中间 现在好像对这是三档 四档 五档 对 OK 来的一档的乡亲们 二十年没开过手动挡的车了 今天拖一元的服 来我们先后退一下 对 然后慢慢的松离合 我看我还能不能 这是一档 哈哈 看测档 现在后退 对了 现在后退 OK 老婆我还在找屏幕看后面的 OK 现在就只是靠镜子了 我已经等了快一分钟了 你还没有开走 OK 然后我们换 一档 这是一档 稍微给一点油 油吗 稍微给一点油 稍微对 嘿嘿嘿 我还是可以的好吗 蛮好的 我还是可以的 我还是可以的 我毕竟也是用这个学的 然后是二档 对 我们用stop 挑战二档stop 可以 我依然是可以的 朋友们 然后是 先不要换了 这个stop 二档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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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头文字D的感觉了 换回一档 试你试一下提速 哇哦 哈哈 我一下回到了 一下回到了20岁 刚开车的时候 三档 三档就要给大油门了 对 可以了 我就不要再开了 我看我能不能倒好停车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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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很可以的 蛮可以的 很可以的 朋友们 哇这个车老干净了 我来我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仪表盘 哇 全指针 全是数字翻格的那种 好 这是什么 all your service hark break 哇哦 这是转速表 嗯 油表 这里还有个蛮有趣的是 灯在那边 拔的东西 把它拔出来 OK 这里 这是什么 灯 哦哦 现在再往左往右转 是这个仪表盘的灯会亮 或者按 往右转会亮一点 往左转会亮一点 这种东西都可以调的 天哪 天哪 哇哦 这种感觉 怎么形容呢 怎么形容呢 像回到了十几岁刚学车的时候 我刚学车的时候 就用手动手动挡学的 嗯 好像是一辆桑塔纳 不记得 对 of course没有这个太好 但哇 也是手动的 哇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下次见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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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把它给打开透气的 然后反着转的话就会 这是天窗的摇柄居然是用手动打开的 太特别了 这个车真的太特别了 我现在可以理解这个车为什么会涨价了 就这个东西一下就抓住我了 我超喜欢 你就喜欢摇上去 没有就是你讲不清楚 像特斯拉就全什么触控瓶这种 然后这个就完全是最old的这种机械的 它一分都不是这种按钮的 它是纯 纯手工 这里有一个灯会出来就是告诉你车子有什么问题 它这里会亮灯的 哇 一个一个小的